很多事,什麽都不懂 请额掌 南无本师释迦莫尼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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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额掌 我们就讲到这个灵严经 我们讲到座道 座道那里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天 四天黄天 顺便就讲到天龙百步 天龙百步是很重要的 因为 因为 这个 这个是 善神 互持佛法的 那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这个抗野神 抗野神就是药叉来的 这个 这个药叉呢 这个药叉就有这个药叉 药叉王就是抗野神 叫做大圆叉 那大圆叉呢 不是普通的神 它是号令天龙百步的 那是 那条州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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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那这个 那为什么它可以 号令天龙百步呢 因为它是如来的化生 那是大日如来的化生 那大日如来的化生 所以它可以号令天龙百步 但是它本身是药叉来的 又是八大药叉 避沙蒙天王的八个兄弟 又是这一个 又是这一个 这个五个 常日跟着避沙蒙天的 五药叉 常日跟着避沙蒙天的 那这个呢 就是很有用的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听 灌顶是百多人而已 但是不够一个礼拜 我已经六七百人听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译了 译了做 做了字幕 容易听一点 那这个呢 专门呢 就是对一些柴囊的 就是兵刀劫啊 柴囊啊那些 因为呢 香港又是 其他地方都是的了 你走夜街 去夜街 一个人走 搭叠啊 你都可以念的 因为你一怕 你就可以念的了 那这些 就会保护你了 那这个 这个呢 就是这个 毫令天龙百步的 所以这个呢 有很多人的大荣税 有很多人收的 那我们跟着呢 就讲这个 罗沙了 罗沙 那这些 罗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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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那些 这些 意义呢 就是可谓 畜疾鬼 只食人肉的恶魔 属四大天王所领的八步之一 四大天王呢 所统领的罗沙 诸罗沙王 这个 黑如 背黑如漆 胸白如月 背着是黑色的 胸口是白色的 眼如性火 好像火那样 头发逢乱 如薄刺激 狗牙上出狀 如生见 那些 好像生见 手拾指走 如锋芒 脚有十走 中魂如劍 以铁 基罗疾走 以致 那这个 罗沙呢 女罗沙呢 叫做 罗沙司 或者叫做 罗叉司 那这个呢 就是 就是这个 罗沙女 罗沙呢 这个 罗沙女 罗沙呢 有些人认为 罗沙呢 有些人认为 罗沙呢 有些人认为 是这个 这个 斯里能卡 就是那边的原住民来的 就是他 印度那时候呢 因为他的地理环境 因为有 有个史诗 叫做 罗摩 罗摩 罗摩就是 专门到 零骑道 即是石栏去 去打 罗沙的 那所以呢 这个 罗沙呢 有些子呢 是地獄里面的 肉粗 这个又叫做 罗沙 那所以呢 这个 以魔王使诸 罗沙 罗沙 沙 定诸有情至 地獄者 然而 罗沙虽为 恶鬼 但佛典中 经常见诸 罗沙 或者罗沙 誓愿守护佛法 及正法 成为佛法的守护神 所以呢 罗沙呢 常常都来听经的 都 虽然他是恶 但是呢 他是受这个 降伏了的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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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先 那 供 供养十二罗沙 法花经有十罗沙女 这个呢 十罗沙女 这个呢 十罗沙女 这个 十个名都有 哈哈 不过不用说了 是 是 是 二兽的 二兽的罗沙 啊 这个 这个呢 总之 罗沙呢 是护法来的啦 大恐 雀明王 那 这个 这些 这些全部都是罗沙来的 那 鬼子母呢 啊 鬼子母呢 就是 夜叉 就是 夜叉之一 那 这个 这个 罗沙和夜叉呢 是一样东西来的 那 所以鬼子母呢 最主要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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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母呢 先看看 罗沙 鬼子母就是 罗沙 罗沙的 罗沙 那 鬼子母就是 他有 五百个小孩 关于鬼子母本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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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若叉 女 名为 风起 这个鬼子母呢 叫做 这个 爸爸呢 就是 王赦成若叉 神婆多 及掌 嫁于北方 建陀罗国 若叉 本姐 罗 知子 本姐 本知家 生子 五百 最少的 叫做 爱尔 兵姬罗天 这个 罗沙 原来 讲来讲去 最 最重要 是讲 鬼子母 阿里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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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罗沙 这个 阿里帝母 有人 专门 收 兵姬罗天 兵姬罗天 最姓太子 就是他最小的儿子 他最喜欢的儿子 叫做 最姓太子 这个是兵姬罗天 他女 因为 因为 喜欢 因生前邪怨故 尝淡食黄摄成的幽儿 他说黄摄成中 很多人都担心小孩给他吃 不知如何是后经守护黄摄成的天神指示 才知做阿里帝 阿里帝 若叉女所为 便衣天神所救 枉毅佛陀 其请佛陀 慈悲调伏这个罗策女 这个佛陀英勇之后 就前往这个阿里帝若叉的住所 趁这个鬼子母不在这里的时候 就把他的爱儿拿走 福在佛中令人不见 当然佛可以变大 他把儿子 那个儿子是最爱的兵姬罗天 有人收阿里帝母 也有人收兵姬罗天 兵姬罗天收了是有钱的 但是兵姬罗天收兵姬罗天的时候 就不能收其他忽怒上的尊 忽怒上的本尊 一收忽怒上的本尊 兵姬罗天就不离了 所以兵姬罗天是 都很感应的 就是那些世神 你一收他就到了 那他女呢 周围寻 城中北着便随空大好 依此四方四海乃至地狱 寻寻寻寻 直至多盟天 多盟天才指点他 前往佛陀处所 去到多盟天 多盟天王呢 那些东西是差的 那去到多盟天那里呢 这个 多盟天就告诉你 你的儿子在佛陀那里 就去找佛陀 那佛陀呢 就告诉你 你是五百个失其中一个 就这么悲痛了 那别人吃了你的 你的 你吃别人的子女又怎样呢 那阿尼戴姆听了之后呢 那我就说 那我是吃这些 吃这些食人的 我是吃小孩子的 如果我没有小孩子吃 我怎样去 那这个佛堂呢就说 这样 依是我法忠 若诸骑南 真理住处 愿及诸而尚依昂夜 劝勇胡 莫令衰我令得安乐 乃至我灭后 依尖步舟应作如是 依尖步舟我声盟弟子 每依食池出食众生食 并依行莫吃食一盆 呼愿明治并诸而止 皆宁饱满永无饥可 以前鬼子母和他儿子 不再食人幼 不再食人幼子 无食可食 所以就说 不用令到他 不吃小孩子的时候 没有东西吃了 所以呢 我们 我们 下午出食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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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杀鬼子母 这个 旷野鬼神中 旷野神就是大元帅 旷野鬼神中 罗杀鬼子母 这个 大盆金次尿 大盆金次尿 第一次 大盆金次尿 旷野鬼神中 罗杀鬼子母 金路率充满 这些是天龙八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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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天龙八部的名字 这个是天龙八部的名字 这些是天龙八部的名字 阿里蒂姆也有一个,大鹏金字鸟也有一个 这些罗撒 这个罗撒最主要是鬼子母 鬼子母带着他五百个弟子,五百个儿子 五百个儿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兵姬罗天 他说我们接着就说大鹏金字鸟,加留罗 第四,加留罗,加留罗是甲鲁达 甲鲁达就是大鹏金字鸟 这个大鹏金字鸟,这个妙字鸟食肚碑虎声等名 这个食肚碑虎声传这个被湿奴天的城鸟 这个被湿奴,被湿奴的座鸟 这个大鹏金字鸟,刺膀由中宝构刺成,所以叫做金字鸟 它的刺膀是中宝形成的,这个鸟身躯极大 两次一张要数千里,甚至数百万里之大 此鸟为所善之风,若人人眼,其人则失明 若入人眼,菩萨,重兜率天降神舞胎说 港普经卷測,金字鸟心腔八千鸟 左右刺角腔四千鸟,一鸟四十里 这个大鹏金字鸟 相传岳飞就是大鹏金字鸟转世 秦惠生前被金字鸟剁伤左眼的龙王 女曾国的庚恶术就是赤骚龙左转世 全书都讲下去了 所以这个大鹏金字鸟是食龙的 所以这个《官法三会经》里面有讲的 金字鸟明正音家流罗王 依诸鸟中快得自在,此鸟业报应食诸龙 依然浮堤,日食一龙,黄及五百小龙 这个龙王是Naga Naga其实是眼镜蛇 眼镜蛇成精之后就变成龙王 普通就是蛇仔 明日复衣,佛破堤,食一龙黄及五百小龙 第三日复衣,渠夜尼,食一龙黄及五百小龙 第四日复衣,屈善谭月,一食一龙黄及五百小龙 所以他一年四大暴州的龙都给他吃完 总之每一天就吃一个暴州,一条龙黄及五百小龙 此鸟已是诸龙吐毒,此鸟已是死上已然,诸龙吐毒无由得食 如果那些金字鸟快死的时候,那些龙就会噴毒液出来 那他就没得食了,如果不死的时候就吃到那些龙 要死就吃不到那些龙 比鸟鸡逼,周杖求此,鸟不得舍 由朱生永不安乐,至金刚生,然后浸住 至金刚生,直至大水滞,从大水滞至封轮滞 封轮滞至金刚生,如是七分 然后其命中以其毒故,令十宝生同时起火 以事难夺百难和,巨消此生,即降大雨如车俗 鸟欲生尽,唯有心在,直其心,直下如前十万 然后呢,弘柱金刚生顶,龙黄取此鸟 鸟心,以为明珠,准伦黄得为鱼珠 这个呢,他的心就是鱼珠来的 当然啦,这些故事这么说,都好的 这个龙黄,这些金箴鸟呢,有卵胎湿化四种 那龙黄亦都有卵胎湿化四种 那卵生的金箴鸟就是吃卵生的 这个湿生就吃湿生的 卵胎湿化,花生就吃花生的 然后呢,朱大龙黄,有朱大龙黄 这个沙蝎罗龙黄,南陀龙黄 白岩陀龙黄,伊纳波罗龙黄 提头丽渣龙黄,善建龙黄 阿罗龙黄黄,家驱罗龙黄 比加罗龙黄,阿波罗龙黄 棋 generals龙黄,渠家少龙黄 阿欲特龙黄,善住龙黄 邱藤棋波龙黄,德叉龙黄 此诸大龙王皆不为金翅鸟所食 即是这些龙王 十大龙王就不会被金翅鸟吃到 其诸龙在禁住者 亦不为金翅鸟所博食 那这些龙王的禁住这些龙王的 这些金翅鸟也都吃不到 因为这个龙王由于加留罗与龙都慰敬佛法 因此当加留罗捉到龙要食的时候 如果龙用僧人的袈裟披生 则加留罗更不仅加二部蛇 因为龙王也是信佛的 加留罗也是信佛的 所以如果佛就分一半袈裟给他 佛就把自己的袈裟分了八份 给这八个龙王夺住 那八大龙王呢 加留罗见到有袈裟 他就不吃 因为他信佛的 但是他没得吃 没得吃的时候 佛就叫他施食的时候 弟子施食就给他了 所以第一个就是施食给他了 大鹏金翅鸟 曠野鬼神中罗策 鬼子母金路充满 所以施食给金翅鸟 金翅鸟 金流罗与化敌为友 金流罗受百光齋戒 有一次 冬翅鸟破海水 二次破海水 要捉龙王来食 水 水未合时 以含捕一只龙 由于今次鸟食龙是由尾巴吞起 于是鸟王便飞到衰眉山 北上的大铁树上 准备好好大食一顿 但是由于耿管这棵树 树高 六孟游笋 金翅鸟将龙挂在树上 这个树上下走不到龙尾 在哪里 一直隔日龙财露出尾巴 并告诉金翅鸟 我是化生龙 以我威力 如果不是我昨天持百光齋戒 你立刻就被我烧为灰灭鸟 这个就是 因为今次鸟有一次捉到龙 它就要从尾巴吃起 因为吞尾巴 龙就不会吃蛇的时候 当然吞尾巴 吞头去咬你 所以就由尾巴吃起 它就担着龙飞上去衰眉山北上的大铁树 这棵大铁树 六孟游笋 这么高 但是都找不到龙尾在哪里 隔日就找到龙尾 龙就化生出来了 它说我是化生的龙 化生的龙是濕生就吃濕生 化生就吃化生 以我的威力 如果我昨天不是守八光齋戒 我就是杀了你 即是将你化为灰准 今次你要听到即生敬畏灰治 且蹭蹭佛法 威臣讲大 于是邀请龙王 致測保殿游含 龙子除鸟王返回測保宫殿 我向眷属北曾盟如来八光齋法 为愿止受禁戒威夷 其始受终能生仁忠 于是龙子辩具八光齋戒独知 金字鸟受了八光齋戒 口智光言 从今以后进行受北杀生 如诸佛教 所以这个大鹏金字鸟是怎样洪服大鹏金字鸟呢 就是找不到尾 担上去也找不到尾 龙就告诉你 我受到八光齋戒 要不是将你化为灰准 这个大鹏金字鸟听到这个佛法这么伟大 他接着就信佛了 受八光齋戒 所以呢 他就不吃这个有袈裟的龙 不吃有袈裟的龙 佛法分一些袈裟给他 这个就是大鹏金字鸟 这个呢 接着就讲耿拿罗 这个呢 梁拿罗呢 和这个 这个 这个铅特婆呢 两个都是乐神的 啊 铅特婆呢 就是吃香气的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骆神 铅特婆呢就是 受 奏 这个 奏 这个 奏 这个 雅鹅的 你看一下,乾德婆就奏這個 耿拿羅,耿拿羅是奏雅惡 知在遊戲,耿拿羅 彭珠天拒行法會都由他們擔任 就與乾德婆同一聖則 這個耿拿羅,耿拿羅 並以歌舞來供養爭吞伯鎖 這個耿拿羅,和乾德婆 兩個都是一樣的,都是歌神 這個乾德婆,好像威水些 乾德婆是奏雅惡 就是這些做供佛,大法會 他奏的,這些耿拿羅是奏來玩的 平時玩樂是耿拿羅奏的 看看是不是 耿拿羅,陰液到耿拿羅 人非人,這個就是人非人 天龍八部,天龍八部裡面有 天龍夜叉,乾德婆 阿修羅,人非人,摩侯羅騎 摩侯羅騎就是大福妄神 這個呢,一會兒就會說 所以耿拿羅和乾德婆 兩個都是樂神 這個樂神就是奏這個 天上奏樂的 耿拿羅,音樂天也 有美妙的音聲,能作歌舞 林則馬手人生,能歌 這個,林就是馬的生來的 人馬,但是會唱歌的 此女則端正能舞 此天女多與乾德婆 天為妻塞 乾德婆就多數 那些天娶這個 耿拿羅女 耿拿羅印度話語 龍夜叉,同屬天龍八部 他就是推天陰我 神之在乾德婆同一性則 凡諸天舉行法會 都由他們來咒我 大誠諸經中 從耿拿羅上列以佛陀書法 並以歌舞 亦都爭吞佛陀 即列有善為光明天 耿拿羅王 這個花炎經裡面 苗花同耿拿羅王 這樣耿拿羅王就多了 這個耿拿羅王 他們是驟惡的 大寶織經裡面 有這個大樹耿拿羅王 依佛前授記 皆得無上道 結號常照耀 大樹耿拿羅王 大樹耿拿羅王 亦無量耿拿羅王 乾德國 朱天幕後羅邪等 共治香生 來艾佛佐 這是大樹耿拿羅王 所問經 衣如來前 藤來流離琴 大家葉等藤仁 此妙妙調和雅之音 鼓動我心 如旋風吹諸樹生 不能自此 一切諸法向直靜 於是乃至上中下 空直烈無煩惱 武教最上顯現 在墨教東 耿拿羅 大樹耿拿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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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大樹耿拿羅王 請佛智香生 佛聽他 扶香生 接受七夜供養 並慰書 布施慈戒 隱欲精訊禅定 智慧方便 七波羅蜜之三十二法 其後佛之八千王子 所欲問 罪以神通令諸惡神 授述自解 問諸所而 明諸菩薩爾解 得其所問 以後佛為大樹耿拿羅王 授記 說其過去六十八千劫 以當作佛號 功德光明如來 國明無咎與 結明有寶 如來受十宗劫 是無咎與世界地平如掌 百留你地也 如月色的清淨無咎 無諸京激沙石 有妙寶台 住虛空中 諸菩薩常在地上 時有兩邊功德王 光明王如來現象 比佛國土無有女人眾生皆率化身 唇一大成 大樹耿拿羅王 請法 就去香山 佛秀七日公養 跟大樹耿拿羅王 授記 在中國寺廟的採訪 成功有大姓 大聖耿拿羅王 相傳大聖耿拿羅王 大聖耿拿羅王 相傳大聖耿拿羅王 遇到強度的搶劫 眼看寺廟就要不保 偏偏寺廟裏面 出家人又想不出好的計策 這個時候 隨訪裏面一個火頭師傅 拿著一個大橙就出來 一下子就把強度都趕跑 於是這位出家人也不見蹤影 這次傳說 隨訪麥治的耿拿羅王 其實佛經只是提到大樹耿拿羅王 密切的耿拿羅王菩薩 這個耿拿羅王 隨訪共的大聖耿拿羅王 佛經是提到大樹耿拿羅王 大樹耿拿羅王是預佛授記的 當然了 耿拿羅他是善神 他都沒什麼做惡 他只是奏陰我 這樣就不關他的事 所以他奏陰我 娛樂佛或者令人發心 所以這個佛跟他說法 跟他授記 這個大聖耿拿羅王 這個供這個 也都是耿拿羅王 不是這個大樹耿拿羅王 這個只是提到耿拿羅王 這個最厲害的大樹耿拿羅王 乾特婆也是跟耿拿羅一樣 乾特婆也做這個沉香 又名落神 香神 沉香神 因為它是沉香的 傳說不食酒藥 唯以香氣唯食 這個叫做乾特婆 乾特婆有個琴 叫做乾特婆琴 乾特婆有個琴 自己會出聲 這個乾特婆呢 乾特婆呢 這個同盟食香 以香自知 這個是食香的 這個有音樂神的語役 乾特婆 又其多以耿拿羅的女為妻 所以耿拿羅就嫁給乾特婆 乾特婆呢 原為婆羅門教所存拜的神子 相傳神話甚多 或說為生上多母 或有說其人半人半秀 也都說其相貌極美 在印度神中呢 為天上的羅茲 而佛教的百步中呢 帝色屬下即施雅厄之神 乾特婆呢 是施雅厄的 施雅厄呢 就是要來供佛呀 制製呀 那些叫雅厄 那這個耿拿羅呢 就是俗樂 要來玩呀 要來欺笑呀 要來游玩那些樂 那所以呢 這個乾特婆呢 比這個耿拿羅呢 高一等 這個高級一點的 但是兩個都是音樂神的了 那這個神呢 住在地上的寶山中 有時升天就我 善騰琴 作種種雅厄 率佳能妙 那這個佛令 提頭賴渣天王 護持稟 大方等 大集經裡面 那麽 佛令提頭賴渣天王 及其子 乾特婆還等 這個賴天王呢 的兒子是乾特婆 那乾特婆呢 這個護持 嚴浮提東方的第四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總而知道 這個乾特婆 為功勢 這個乾特婆住的地方呢 佛告彼憂 雪生右邊有城 名若秘捨離 其生北有七個黑生 七黑生北有鄉生 其生常有歌唱技樂 音樂之聲 生了兩個國 一個叫咒 一個叫善咒 天漆補成 如如 柔如香結 柔如天衣 妙音乾特婆 從五百乾特婆 在其中止住 這個妙音乾特婆 是其中一個乾特婆 這個印度呢 又叫乾特婆成 乾特婆成呢 就是這個 這個 海史神流 海史神流 又叫乾特婆成 所以呢 經常說乾特婆 所化出來的 叫乾特婆成 相前這個城裏 是住了一些 住了一些 他又 他又不是先人 但是他呢 是 天龍百步 所以他 他也沒有做惡的 這個乾特婆也不會做惡的 因為樂神的音樂 找音樂的人呢 是不會做惡的 那麼 這個乾特婆呢 就是 奏這個 奏瓦樂的 乾特婆 大力轟匠有三兄弟 一個樂浴 一個酌浴 一個氣過 滅河門常臨兵眾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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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有乾特婆兄弟 十一人 這個 這個呢 就是 這個 提頭賴炸天王 胡慈品裏面講的 乾特婆 有很多乾特婆 很大的勢力 百花經 卷一聚品 有四個乾特婆 樂乾特婆 樂欽乾特婆 樂欽乾特婆 美欽乾特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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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百千建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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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寶織經裏面講的 就是 三千六百乾特婆 眾於如來所發生尊重 發阿柳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並發作三萬六千頭 英婆 英羅婆拿大龍將王 然後騎將上古天鵝 及諸聖種種香來供養佛 以解贈佛佛陀乃為他們授記 未來當作佛 比號無邊位 這個乾特婆都授記 這個 這個 耿牙羅又授記 乾特婆都授記 因為她是善神來的 只是奏音樂而已 這樣就沒什麼 乾特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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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光陰天的天女 傳這個被摩則多阿修羅的祖先 本來是光陰天的天女 在在時劫初城 入衣海中洗也好 被水精浸入生中 生下一玉卵 經過八萬四千年的生下一女兒 生象雖微生一樣高 有九百九十九個頭 每個頭有千硬 有九百九百九十九個口 每一街有四牙牙上出火 遙藥霹靂 有二十四隻腳 九百九十九隻手 這個女兒呢 稀氣 這個呢 經過呢 這個 職生下 這個 被摩則多阿修羅 這個 阿修羅 這個被摩則多阿修羅 長大呢 空天天彩女圍繞 蒙蒙不樂 問母親 為什麼別人都承傷碎 還是只有我營燈著影 當然呢 九十九個頭 那母親安慰她 阿香生 其得婆生 有一個女兒 容貌 容貌知識 美妙 皮膚白亂 白痴 過衣白玉 醫生上諸無孔 都能發出妙音聲 狠嚇我意 於是呢 結了母親 以前阿修羅太好了 那母親 於是呢 去到這個 鄉生 乾特婆那裡 諾塞 我一個兒子威力自在 四天下 無堪倫比 你的女兒 容貌出眾 軟弱天仙 天女 真正是我批貴 那你乾特婆呢 精殉女兒的意見 高興來搭穩了 於是這兩族呢 就結合這個 秦俊之好 這個 這個 鄉生 乾特婆呢 就娶這個 阿修羅 女 也要娶阿修羅 女 但是乾特婆呢 大部分都是娶 耿拿羅的 女 而已 這個 鄉生 乾特婆呢 就娶這個 這個 阿修羅 這個阿修羅呢 因為阿修羅 好打 阿修羅 打 打 打些天 那這個 跟著呢 說摩侯羅 摩侯羅 就是大福行 大福神 這個大福 摩侯羅 又譯了摩 摩 摩護羅 這個呢 又譯了大福 智行 大網 大網神 就是網蛇的神 那這個呢 摩侯勒 摩侯羅 摩侯羅 是落神之類 又是叫落神 又是落神 在耿拿羅 又是落神 這個 乾特婆又是落神 摩侯羅 騎也是落神 他又奏音樂的 又是大網 又是叫飛人 這個大網神 其形人生而蛇手 這個呢 摩侯羅 此是網神 逆魂地龍 無足複衡 即世間妙神 就受人酒欲 率為 率入網福 毀界邪淺 多憎小師 貪是酒欲 或換墮鬼神 多憎從人 其生而食之 此摩侯羅 無足複衡的網神 在佛典中 其他天文八部 一起參加法會 這個 巴炎經世主描言品 出取多了 佛有無量摩侯羅 騎王 所謂善惠摩侯羅 騎王 二位上手 很多摩侯羅 街勤收集 講大方便 令諸眾生 永覺 慈望 來到這個 耿南羅王 一切神通方便 令眾生 集公 得解脱門 得使一切眾生 除凡老得 清涼月落 解說門 那麼這個 這個 這個 摩侯羅騎 就很少講到他的 但是這個摩侯羅騎 就經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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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這個 廣經的時候出現 那麼這個 就是都是 但是他這個 神 是貪酒肉的 所以 他就 變成了 福神 變成了 妄神 因為那些 人拜的 東西 給他們 吃吃了之後 他就貪 這些東西 所以他有個 有個 佈 他的身體 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天王八佈 天王 夜叉 天王八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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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令 大元帥 號令 天王八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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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 擁護佛法的 這一個 這一個 所以 這一個 這一個 我們出席 我們出席的時候 都要 這一個 大盆金字鳥 羅薩 鬼子 木 抗野鬼神中 這個 金露 出棕門 給他們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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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 自己懂得吃 這些 那 大盆金字鳥 金字鳥要吃 因為他 他不吃龍 他沒得吃 羅薩 羅薩 鬼子 要吃 抗野鬼神 要吃 因為夜叉 吃人 抗野鬼神 私食給他們 所以這三類的 天王八佈 就要私食給他們 其他 那些 這個 賈拿羅 拳達婆 摩托羅奇 人非人 那些 他都不用吃東西 他自己會找東西吃 所以 我們 這個 天王八佈 我們說一說 天王八佈 因為 這個天王八佈 是 互持佛法的 我們順便說一說 其實 我們說 這個 這個 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 是最低的 雖微生腰 所以 跟這些 天王八佈 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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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係的 這個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裏面 這個 秘沙門天 就是管這些 藥叉的 那 看下 這個 四大天王 天德火 藥叉 天德火 增長天刀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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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 四大天王 我們上一次也說 四大天王 每個 管那些 那些 暴衆的 但是 能夠 號令天龍八佈 就是大元帥 大元帥 就是抗野神 所以 它就是 這個如來的化身 這個 胎大日的化身 所以它可以號令天龍八佈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那 下次再